就看到有一個人拿一狗 想喔 狗回黃金眼睛好可愛 然後他說他是我們的Bomb Dog 我想說是我英文不好 什麼Bomb 我想說他的名字還是什麼 他說No 我說Smell the Bomb 他說Yeah Exactly the Bomb 就他真的會聞炸彈 因為真的會發生事情 就是 如果講說AI辦得到 就是有一次我在留言區 就是Facebook要PO一張照片 然後我變成懸導 然後他就直接把我BAN掉了 然後我說哇 AI也太聰明了 早安 早安 靈雅 片頭片尾曲由圖松玉製作 不管朵朵黎朵阿嬤聲 幹臉書醜聞爆不斷 早安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早安靈雅 沒錯 臉書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公司呢 今天呢 因為我們上一集其實請Penny 他就是成功面試上了Facebook這個公司 那他的面試過程其實非常的艱辛 還有教大家要怎麼去面試那些大公司嘛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聽上一集 那你們好奇過 臉書這麼大的公司福利到底會怎麼樣呢 真的真的會讓員工加班嗎 以及他們又怎麼看待說他們醜聞不斷的一個新聞事件 好那我們馬上不多說直接來收聽這一集囉 好那我接下來想問問說 因為大家其實對Facebook這麼國際的企業會很好奇說你們的福利是什麼 請問你們的福利有什麼 我知道你們可以一直吃甜點 對就是我們公司有那個餐廳然後那個餐廳真的很像美食街 就有中式西式還有印度 然後印度那邊真的有那個搖烤的那個 因為印度不會吃那種皮 那種Prata什麼的嘛 就真的有那個搖烤的很像我們那個叫什麼胡椒餅那種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對什麼沙拉什麼什麼什麼無膚質的啦 Gluten Free Oh my god 什麼都有 很白嫩的東西 Yeah you know 都有都有 然後沙拉沒錯真的有 然後沙拉吧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算是基礎的 我覺得這個算是基礎的 這個算是基礎的 這個算是基礎的 再上來一點是我記得 我面試的時候那時候我嚇到就是公司走廊就是有販賣機 可是販賣機裡面賣的不是食物或什麼 賣的是Apple的各種那個叫什麼 充電線啦 耳機啦 什麼什麼滑鼠鍵盤 什麼Touchpad 然後重點是不用錢 就他還是有那個販賣機的那個樣子 然後是要刷我們的那個Badge 就刷那個員工卡就B一下 然後你選你要幾號 就你的東西在幾號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去新加坡 你可以幫我們拿一整排的那些東西嗎 其實是 明目上是不行了 因為我們還有上一堂課叫做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他會給你很多情境 然後就說你這樣可不可以這樣做 太好笑了 而且有刷Badge 他其實是記錄在你的Badge 雖然說最後你離職他不會跟你要回去 離職他只會把手機跟電腦跟你要回去 其他其實不會 所以你可以大概一個月然後慢慢的拿一個 那到時候幫我拿一下 太厲害了吧 而且我記得我們公司大到還需要看地圖 對 這是真的我去美國那時候 是新加坡還是美國的 新加坡那時候 我現在因為熟悉 其實但我當初真的就是通常就是在販賣機旁邊 就是會有一個投影螢幕 然後你可以 你現在他告訴你現在在哪裡 Location 對然後因為會議室很多 然後每個會議室就是你要去找 美國的更誇張 因為美國是整個campus有 五十幾號樓吧我不知道 然後每個樓都長得不一樣 然後中間跟中間都會是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要騎腳踏車 或是搭在campus上面的計程車 還要騎腳踏車 真的真的真的 然後就是很誇張 而且我那時候看你Story印象最深刻 是美國的那個總部裡面 竟然會定期會有防彈權去那邊聞 說哪裡有炸彈 對對對對對 欸這一定要的啊 為什麼因為美國太容易被炸 對應該不只我們公司 Google可能也有 就看到有一個人拿著狗 狗鬼黃金一群好可愛 然後他說他是我們的bomb doc 我想說是我英文不好 什麼bomb 我想說他的名字 他說No 我說smell the bomb 他說Yeah Exactly the bomb 他真的會聞炸彈 好驚人喔 真的會發生事情 就是YouTube還是什麼 就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會放過炸彈 沒有到放炸彈就是去攻擊 就好像說什麼 嗯 少給他錢 可能他給 他很生氣 數有多少要燒牙錢 或什麼之類的 嗯 然後就真的去 去他們公司在門口那邊 然後攻擊還是幹嘛 好可怕喔 美國好瘋喔 然後你剛剛爭議用那麼多 就很容易 福利 我要講一個最誇張 我想 就最近發生 我真的覺得誇張到一個 但我覺得就是 做一個政治正確的公司 就真的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每年10月 就是我們會 醫療保險會renew嘛 對 然後想說今年10月就renew了 然後就說 但是我們這次換了一家 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用同一家 他說我們這次換了 另外一家 然後原因是因為這家的 他的福利的coverage 上限比較高 不是 coverage的範圍更廣 然後我想說好太好了 可以coverage到什麼呢 然後我就看他coverage 他第一次想說 變性手術的直傷 以及變性手術 好酷喔 這個很夠 所以原本那一家是沒有的 對 然後我想說oh my god 好友善喔 那同事就覺得很誇張 天哪連這個都會 就很detail 很像你個人的事情 他們都coverage到 因為像我醫療保險 我覺得單身的就是很不划算 假設我有老公 或有小孩 也都會coverage 然後癌症的什麼 我跟妳卸婚 可以可以 帶我過去 我要新加坡的公民 coverage很容易拿到房子喔 對 oh my god 就是我覺得 哇真的是太 amazing 就大家現在也在吵說 那那些單身的可不可以 也cover動軟 就有一陣子在吵這個 這個好酷喔 就大家真的就是 我覺得以一個台奴來講 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要求太多 但是真的就是這些公司 就他們就真的說 我覺得我們要照顧到 trans的同事 我們就要照顧到單身的同事 所以你有嚇到 我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覺得本身 我們本身太奴了吧 我想說 幹 公我飯吃 我就覺得很不錯了 但是妳過去也待在 還蠻國際的公司啊 比如說UberEats跟Shopee 啊 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還是 這這些top 不管是Google Amazon Apple 美國最大的即將 對 我真的蠻嚇到的 喔天啊 感覺是良心企業 是不是一直偷我資訊 那我想問妳說 覺得比較起來 就是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妳覺得會有什麼明顯的差別嗎 比如說 會不會加班啊 這感覺大家都會蠻想問的 其實真的不會 而且我覺得 真的假的 我老闆聽了 真的蠻不會的 反而如果你加班 主管會質問說 你工作會不會是不是沒有效力 或是主管甚至說 會不會我給你太多工作了 真的真的會 他們反問自己 對他們說 這樣工作會不會太多 或甚至是有時候 譬如說我說 可能我最近我媽媽生病 或什麼 他說請假回家 譬如說我驚痛是很痛的人 很痛 然後因為我主管 剛好也是女生 所以他可以理解那個月經 他說你請假 我老闆會逼我請假 就說不要上班 然後或是我真的就 OK老闆我今天請假 然後可能有時候 就你還在擔心有些事情嘛 所以你時不時會看一下手機 然後因為我們 就是用那個Workplace嘛 知道你有沒有遺讀 然後我老闆看到我遺讀 還說 罵妳嗎 對 他說Penny 遺讀什麼 快走這樣 天啊 不可思議 真的真的 喔我要講一個 我超愛這個功能 就是我們用Workplace嘛 就是我們公司那個系統 然後有那個那個Workchat 就是訊息的軟體 打那個 at小老鼠 silent 然後對方 他不會給你訊息啦 訊息還會是會送到對方 但是他通知不會跳出來 喔 就你要開那個app 你才會這樣 所以我老闆很多時候 他只要過了六七點 六點或七點吧 他就會 打開那個功能 他就會silent我 跟我講說 那個潘潘明天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什麼時候明天怎樣這樣子 天啊不可思議耶 等下你老闆是白人還是說亞洲人 他香港人 他是華人 對 Oh my god 好驚人喔 幾乎每個老闆真的都是這樣 不然就是他可能比我還早下班或什麼 所以這真的是公司文化造成的耶 亞洲人其實不用那麼奴對不對 對他們真的很講求 對他們真的很講求 work-life balance Oh my god 真的很 每半年可能都要評比一些公司的一些東西 就會很看重有沒有 你認為公司有沒有work-life balance 這樣聽起來還會被勤勒嗎 真的不會耶 Oh my god 我主管我主管的主管都不會 我聽過的也都沒有 所以情人文化也不見了 真的是沒有 那聽起來是天堂 真的是沒有 因為我們要評比主管 這個評比是真的有在看的 Oh上面的人會看你們的review 他真的主管有沒有給你自由權 有沒有empower你去做事情 他有沒有給你認可 有沒有給你recognition 然後他有沒有給你勾頭清楚 然後be open或direct 我現在很像在看外星人講話 真的 因為我們也會寫review你知道嗎 但應該都是黑箱 對我們如果寫不好的話 主管好會來跟人說 你這個可是不是要調整一下 我們那都要匿名 Oh my fuck 就匿名 然後我聽說真的會被質問會修理 然後可能他就不能 你升官或什麼的 對啊就是不對 就他評比會不好 政治正確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蠻好 但還是會有爛的人同事吧 看你說爛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不會 雷到你好了 還是會有 但是大家基本上都還蠻 我自己覺得真的都沒什麼問題 不可能聽起來是天堂 雷可能比較不喜歡是會搶功勞 因為我們每半年要評比嘛 對 然後就會在workplace上面 就是我們工作用的facebook 在上面就是大家會要發po文 然後po文就是只要評比 那個時間快到了 講說我做了什麼 超多人在那邊po文 然後明明就是他可能只是某部分 這個project的某部分 他可能只是幫你訂書機 然後他還說這是我的功勞 對還是他own的 就會有這種 然後或是哇就覺得哇塞 原來一個小時你可以講成這樣 就我也算學到了 你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大家 對就是怎麼去包裝一些 所以就是也是有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主管比較不好的主管 可能就是不會幫你plan你的career path 或是幫你 就我的好壞 我覺得好主管壞主管比較差是在這種地方 而且我公司也蠻好的 就是他知道說這個公司不是你會打一輩子的 這個role也不是你會打一輩子的 所以他們非常鼓勵internal的換team換弱 當然沒有到鼓勵到說你離開這家公司 但他們理解說這個你不可能做到死的 也會問說你覺得你有什麼技能是你想要發展沒有發展到的 然後我可以幫你找別的team 或是你想去的那個team的人當你的mentor 然後跟你聊天 好理想國的世界喔 第一年第二年我想說真的假的還是只是要釣魚釣我說 我想去哪裡 然後台灣人不熟我的時候把我慘掉什麼之類的 但真的真的是這樣 喔天哪 所以這些文化都算你蠻喜歡的 嗯我覺得蠻喜歡的 那有沒有一些比較討厭的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搶 搶 功勞 搶功勞 我不知道還是因為是你知道 我就覺得說有必要這樣嗎 又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覺得有可能因為我們通常就被講說要humble 對 然後我覺得再來是公司有點太政治正確到我覺得有必要嗎 哪些啊好奇 譬如說白名單不是叫whitelist嗎 就有些功能需要whitelist 或者說有些東西需要被黑名單blacklist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幫客戶處理一件事情 然後就跟engineer就在word chat上面聊天 我說客戶一定要被白名單什麼 反正我就一直講到whitelist 因為我那時候就很急 我想要叫那個 美國工程師都不知道在幹嘛 幹嘛根本也在工作 每天回都不理的 然後不然你那裡那麼多薪水 然後就很火我想說 幹每天早點都不知道死去哪一天 好生氣 然後就一直說whitelist 這個要whitelist 這個要whitelist 然後就打開了whitelist 然後就那個系統 壞掉嗎 沒有系統那個聊天機器人嘛 就pop up一個那個通知就說 Penny我們要考慮到什麼racial什麼東西 所以請你避免有black and white 你太強要white了 他就說不以後我們請避免whitelist 我們都講allowlist Wow oh my god 然後說blacklist要講blocklist oh my god 我贊同這樣的做法 但我只是覺得 你當下很急 對 那我想說 可是這就是既定用法 就是whitelist but at the same time 有可能是太那種約定俗成 maybe就是需要從這去改變 但我就覺得 okok fine 這個超酷的欸 但同事也等於說 他們在閱讀你們每一條訊息欸 也是有可能 所以等下他們蠻落實這件事情 他們很希望可以達到什麼 平等 剛進去公司也是啊 就是你要說 我是亞洲人 不是你要說 你的人稱是什麼 he 類 之類的 就有可能算我是生理女 但是我自己我覺得我可能是he 我會說my pronounce is he 對 這在LA現在非常的流行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講 我就覺得有必要特別去講 然後我想說那如果我講 they呢 他會覺得我有一群moshina 沒有沒有 後來類變成有點像是 除了he she以外的 對對對 就是不可被define的 對因為現在太多category 一開始我記得有很多代號 後來他們好像統稱是類 但他們還是可以有其他的 不足 但是也是他們近期才開始比較提醒 對 因為一開始有點亂我記得 對 反正就一進公司也要去就是講這件事情 嗨 歡迎大家來到林娘小百科 剛剛前面提到什麼類啊 什麼代名詞 你們是不是覺得好複雜喔 那我先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然後讓大家來體會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間公司的CEO 然後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別人看到我突然叫我說 嘿那個小秘書 你想我會做何感想 當然我們沒有在批評說秘書這個職位 但是我是CEO 你叫我秘書這件事我就是不開心 對不對 因為你叫了我覺得我不是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個觀念套用到性別身上 這時候你們在講性別 你就會講說什麼意思 為什麼性別不就是出生下來的樣子嗎 其實不是這麼單純的 如果我們看一下國外在性別上的用語 他們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sex一個是gender sex在台灣的話 可能比較常被翻譯成生理性別 那如果是gender的話 可能會被翻成是性別認同 或翻譯成是社會性別 這個我比較不懂 但是簡單來說 你生理的性別跟你的性別認同 是拆開來的 所以說 Linia可能是一個生理性別男 因為你知道就是我有屌 我有搞完 但是我沒有一些其他女性的器官 所以我就應該邏輯來講 應該就是一個生理男 OK 那性別認同上呢 我自己覺得 目前社會認定的一個男性的狀況 那OK 那這個可能我性別認同就是男生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覺得 喔 我覺得我不符合 社會上對於男性或女性的那個思考邏輯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可以稱我為 非二元 non-vary OK 那簡單來講 這個基本觀念下 我們為了不要再把CEO叫成秘書這件事情 再度發生 讓那個CEO覺得心情不開心 我們是不是稱呼別人的時候 就應該要保守一點 所以呢 你看到CEO 你可以叫他什麼 你可以叫那個員工 這個時候他其實也不能否認 所以呢 我們需要一個像員工這種中性的詞彙在性別裡面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想到一個字 就是用類來做一個廣稱 在國外呢 近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出現 如果在公開場合的時候 別人都會先跟大家介紹說 喔 我的性別代名詞是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大家害怕說我不小心講到你自己不認同的一個性別 那其實是很尷尬的 我們剛才前面講到性別代名詞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但我真的真的沒有到很深很深的了解 如果你們對於這一塊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聽彈性說愛第57集那一集 它裡面真的談論很多 然後我自己覺得我學習很多 好 但是你們要先聽完這一集再過去聽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聽聽看 偏偏在Facebook還有一些什麼怨言咯 喔 天哪 欸 這個好mind blow喔 我覺得害我有點欣賞你們 但是 那你們就會發生很多事 還是不能太正面 對 我們等一下來聊聊來看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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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中場休息時間 感謝佩妮今天這麼精彩的分享 那現在呢我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就是在Apple Podcast五星的留言 那第一個呢是閃亮亮學測森 她說她說很愛Linia 然後超級快樂可以找到這個頻道 然後她覺得我們的頻道內容 跟聊天的語調她都很喜歡 所以她每天都會聽到睡著 我想說什麼 不是要認真聽完嗎 什麼叫聽到睡著 今天呢在片尾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橋段可以讓你們緩緩的入睡 你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以及呢她說Linia辛苦了 然後她也說希望我可以幫她打氣 就是你知道她們要考學測 其實我不知道學測到底考了沒 因為學生生活真的離我太太太遙遠了 個人覺得能夠學測考上的話 就學測考上 因為誰要再拖那個半年去讀另外一次書 對不對 所以希望你這一次學測就可以成功考上 然後面試的話 你就可以去聽上一集Penny怎麼介紹說 面試的技巧了 哈哈哈 不可能這樣還可以置入自己的節目 OK 那另外一個呢她是說她超級超級喜歡Linia愛愛愛 然後她說很喜歡Linia的節目 然後常常讓她對可能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人生觀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也知道就是我的價值觀 好像跟你知道一般世俗的價值觀是有一點不同 其實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可不可以接受 maybe你們就是參考參考 反正人生版就這樣子嘛 你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放在自己身上而已 好啦這也是我做節目的一個其中一個初衷 然後她說可能年紀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 所以感覺頻率很對 然後說我很有猜話 沒有你自己去買一支麥克風也可以講話 好不好 然後下面一個呢我覺得她很棒 她叫美心同夢 然後她的留言是 哈哈哈 大家謝謝幫我刷五星 然後還給我這麼隨便的留言 但我很感謝 然後接下來呢是很重要的糖果奶量時間 那第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Jeremy 他說他實在太害怕Linia停更了 雖然呢他還有社後不理 跟你知道潤男的Rim可以讓他繼續收聽 但是還是決定抖內一點點給Linia 然後跟龍龍喝茶 所以呢希望大家齁 就可以多做這種善事 讓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有東西可以吃 有東西可以喝 不然都是我自導搖包 有時候我們會去錄音室 所以那個錢也是要花一點錢 所以反正就感謝大家了 然後呢另外一個呢是Emma 她說感謝這個節目讓她上班的時間 可以期待一些東西 然後另外呢她非常喜歡 就是聊國外啊或Gay啊或性的主題 然後這些東西讓她大開眼界 然後她也非常喜歡龍星大月 一個星座這件事情可以讓她來認識說身邊的人 其實呢我看星座的時候呢 常常也覺得這是一個進階的人格測驗 那另外一個呢是毛毛 她說Linia跟龍龍的笑聲 就是可以療癒了她無聊的上班時間 我必須說喔 上班這件事情真的是人間最不能道的事情了 那如果可以在這個不能道之間給你們一點溫暖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啊 然後她說希望這個Podcast可以持續下去 Linia真的會繼續努力 好啦那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那如果大家真的對我們的節目就是你知道 蠻喜歡的那也可以去抖內 那你們要怎麼去抖內呢 就看節目資訊欄裡面就會有連結了 那如果大家也很喜歡我們的話 也可以去Apple Podcast留言五顆星 然後你知道寫一些文字鼓勵我 然後就唸出來在這裡啊 好那Linia呢會簡短的給大家唱一首歌 因為後面後面Panny會給大家非常非常厲害的歌聲 因為她當初是我們的樂音社的主唱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Linia歌聲就是草草帶過了啊 他曾經有男朋友 她說要看到你男朋友 他沒太好為她 現在她是超級英雄 所以讓她讓她來選擇 她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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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我們是很輕鬆的聊 大家可以聽聽看 然後以及我們好像會講一下說 劍橋分析案啊 就是很重大的臉書事件 這些東西呢 對臉書員工們到底會有什麼 你知道他們到底會怎麼看這些事情 那以及你真的認為 各位觀眾 你們認為臉書真的會為這個世界 帶來更好的未來嗎 聽下去囉 所以我自己也蠻好奇的說 因為你自己也在社群平台裡面做事情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你覺得這種社群平台 到底有需不需要做言論管制 啊這個 很難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近幾年 超多人在討論 但沒有人有conclusion喔 先說不代表本公司 本公司 是在我自己的 其實我 我沒有答案 因為我覺得兩邊都合理 兩邊的立場 就是需要跟不需要 我覺得我都蠻可以理解的 但我覺得我會偏向不需要欸 完全不需要 沒有到完全 因為我覺得原因是因為 Who am I to judge 我覺得even 對不起基督徒的同學 even上帝也不能judge我 對 所以更何況是一個平台 身在平台後面制定 需要制定一些規則的人 就是 而且尤其在現在 這麼多政治立場 然後有太多灰色地帶 你怎麼可以判斷說 這個言論該出現 或不該出現 當然應該說 那再退一步 講一些基本的 因為他等於說 Facebook已經幾億的使用者 已經大到根本就是一個國家 好幾個國家都有可能 對 那我們看電影評分機制好了 也會有分黃標綠標紅標 對 那他們當初好像也是為了這個起義 那你會覺得說電影這個分類是不是有點太多了嗎 好這樣好像有 因為的確譬如說像人家說 像魷魚遊戲不應該給小朋友看 對 就我覺得這是必要 所以說 我覺得基本上的是需要 就是一些 因為像我們其實有一個team 那個team其實蠻可憐的 然後也 喔 是 他們是在manual的 人工的去過濾那些 他們每天要看那些 Oh my god 小孩子被 想不知道什麼之類的 然後一些 他要看這些東西 因為 雖然機器學習 能做到有限嘛 對 就是會說 他一貪紅色可能覺得是血 所以可能就是這種檔掉 可是有時候是 還是需要人工去判斷 所以他那個team 好可怕喔 就是花很多錢在清理之上 team的流動率超級高 所以是在新加坡裡面有這個部門喔 嗯 我不太確定在哪裡 但是總部應該都一定會有 美國 新加坡 然後那個都布林那邊 就是美國那邊 一定會有這樣子的team 因為我之前看那個 台灣有個 報導機構叫報導者 然後報導者 有專門在寫這個 說審查人員到底是哪裡來 然後他就其中寫了一些 他們好像可能是 菲律賓的一些 比較窮的一些國家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是被迫一直看那些 被人頭被砍的那些人 真的是 跟我一起on board 一起去美國的 就我們同時間一起進菲律賓 就有一個是這個弱 他就是菲律賓人 然後聽他講 他就已經ready 就是要準備看那些 他其實自己心裡也很 很擔心 真的假的 你還有遇到這一個人 有真的有遇到這個人 但後來他也走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 我們同期一起進來 我們會一起 每年我們都會 慶祝那一天嘛 然後那一天就欸 所以發現他就 小事 走了 就想要找他 說欸我們要慶祝 然後他就走了 所以流動率很高 對所以基本上這些 什麼新三色啦 或什麼甚至是像 比如說我之前有帶過 醫美的客戶 那他為了要 advertise他的東西 他一定要講 before after 對 這個不行 這個好像確實 會讓人家有一種 心理自備 而且就像最近那個 你們的issue就是 高中女生用instagram 會想自殺 這種邏輯好像有點深 對啊就是 很難齁 大家利用這個平台 可以衍生 越來越多的事情 就以前大家一直覺得 就是po自己的一段廢文 就我們只是高中生 在那邊講話 沒想到現在演變得 這麼嚴重 到有在那邊賣東西 或是幹嘛幹嘛 就是dating什麼都有 後續要制定很多 對 就得要去跟上 而且facebook上面的態度 一直傾向是不需要審查 除非是必要的 就像可能 譬如說大麻在一個地方 是合法 在另外一個地方是不合法 對 所以很多政治 意識形態 政治立場 或是性傾向也好 等等就是 你怎麼可以說 是不對的呢 你要怎麼斷定 對啊 在白人國家 或是在亞洲地區 同樣的一個道德觀念 又是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後來 大家好像是覺得說 極端內容在上面 出現了之後 這樣子反而會讓 研發是培養敏的感覺 就培養出比較極端主義 所以他們如果一開始 過濾掉這些極端的內容 可以先稍稍的緩和掉 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我以前之前 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像說到底他們 到底憑什麼可以審核 有點像說假新聞 我今天就是允許大家講真的話 那我怎麼今天 大家用講假的話 來破壞這個體系 那我還需要容許這些東西嗎 就是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 太灰色地帶了 還是真的case by case 所以像你說假新聞 我覺得這個是 的確需要去過濾 但是 就要看 誰可以過濾假新聞 對 就是有沒有辦法 技術去跟著上 所以我們有在跟很多 政府去合作 嗯 尤其是COVID的事情 然後或是疫苗 這真的是各個平台都在做耶 對 就是我們得要這樣 因為唯獨這樣才能確保 我看LINE應該也有 就是說 有些什麼闢謠的那個一個專取 所以就是 需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蠻長的 我覺得大家還在figure out 對 就是系統要跟得上 然後 就像你要弄一個憲法 都要那麼久 更何況是一個現在這樣子平台的 如果講說AI辦得到 就有一次我在留言區 就是Facebook要po一張照片 然後不然選到屌照 然後他就直接把我ban掉 哈哈哈哈 我想說哇 AI也太聰明了吧 他沒看到太多膚色 然後那個形狀 一模一樣 所以等於說 AI有些東西是辦得到 可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都是灰色低調 我覺得他們就很需要 花時間討論 唉好辛苦喔 大家加油 畢竟人類感覺滿沒希望的 近幾年 快要滅亡了 那19年的劍橋分析案 到現在21年的臉書文件 你們內部有沒有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啊 有 就是會對公司有改變什麼態度之類的嗎 其實每次發生這件事 公司是第一時間 就在Wordplay去講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新聞報導怎麼樣 然後我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請大家有任何疑問 就在下面留言 Black Lives Matter也是 就會大概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幫我們的黑人同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的朋友在問我了 你覺得我們這樣有盡到社會的責任嗎 什麼之類的 所以等於說我提問完之後 他們會給我一個滿明確的回覆嗎 會 我覺得算是會 當然是某種程度上還是有點官方 但我自己在裡面的看的感覺 公司真的滿力不從心的嘛 喔怎麼講 就真的太多事情 太多事情要搞了你知道嗎 你們太大了 比如說就工程師來講 應該有上百個team在 單單用Facebook每一個功能 都可能就需要一個team 打卡的 對 PO文的 然後刊登 販賣你在上面販賣東西的 喔真的啊 等等 就是這樣子一個功能 可能就是會是一個 十幾個人的功能在處理 那劍條事件這整個 從內部看來真的是 公司沒有意料到說 因為當初只是開一個API 因為現在大家覺得用Google 當然會用Facebook 當初只是這樣方便大家登錄 因為大家都在用Facebook 但沒想到就是被人家濫用 這的確的人真的是沒有照顧到 OK然後趕快來補救 所以現在有一個team就是專門就是 在補救嗎 也不是補救 他就是應該是叫Risk team吧 因為不能亡羊補牢嘛 你一定得要事先預料 所以那個team就是一直在看各種 蠻嚴謹的到比如說 像我之前比特皮的客戶就會 莫名其妙的被ban 就是因為他一直在做審查 公司其實蠻重視這一塊 因為講難聽點 我們不能一直在被罵 因為在被罵我們就沒得賺錢了嘛 就客戶就不花錢 或是用戶就跑掉 大家不用Facebook了 所以公司其實蠻透明的去聊這件事情 然後下面的人也都蠻帶種的 就會說 那你覺得這樣我們這樣有做對嗎 換個位置換個腦袋 其實很多時候在裡面 你真的會不知道外面的人怎麼想 就像是你在外面 不知道裡面的人怎麼想 公司也蠻常去做一些 試調公司做挑戰 大家對於Facebook的好感 就如果你還想活下去 你得也要改變嗎 那我們怎麼還一定要做 因為我之前還聽過說你們Facebook 自己員工有一個工會 然後工會其實會定期 Facebook的存在 到底對世界到底是好還是壞 這調查 應該在美國 是美國的 應該是有但應該在美國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完說 好像最後一份公布大概就五成 然後今年就不公布了 就是因為可能太低 其實我覺得大家有意識到說 為什麼公司會眾所之地 所以像大家也蠻常一直在提很多idea 想要改善這件事情 這種tech company一定都會有那個叫什麼 Hackathon 就是Hackathon 把一群人關起來 然後幾個小時內做一個idea發想 然後我們每年的那個Hackathon都說 鼓勵大家是對於社會有幫助的 就如果真的可行 或是對 就變一個project 對 所以大家其實還蠻想要改善 對但就是還是 一直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我問你 就是你到現在 你對於科技對整個世界的未來發展 你相信科技會讓人類的生活變更美好嗎 很大的問題 我來回答會不會白準 因為我就是比較 沒差我現在就是問你 我是pro科技的 我是很樂觀的人 所以我一直堅信科技可以讓 就我是站在正面那個態度的 我很喜歡科技為我生活帶來任何的方便性 真的啊 這件事我真的完完全接受 而且我自己也在偏科技內容裡面工作 但是近幾年有沒有害怕一件事說 人的不可取代性會不會完全被數據化了 變廣告投放了一群數字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去思考說 科技公司會不會把我們帶到這個未來 那我覺得當初劍橋分析上 給我最深的一個想法 我的想法 even是可以被人家投放廣告去做改變的 然後這件事就會讓我很害怕嘛 因為畢竟人家花錢就可以改變我的思想 那這樣我生而為人的思考 在哪裡 對 這個是我比較持中力的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但就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自己去意識到這件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 從國小就大家要媒體試讀 教大家什麼叫做新聞 然後什麼叫假新聞 對像我自己我也 我就讓自己盡量不要沉迷於IG 的方法就是我會把通知關掉 好厲害喔 但當然我自己可能還是會打開來看啦 對 但是我就會 你不想要被提醒進去 對我就不想要讓自己太沉迷 雖然我知道我自己會 可能不時還是會開 由你來主動 對 這觀念還蠻好的 就是我覺得說就是我自己去 我要不要接受這個訊息 我覺得這個自主權 我近期雖然很小 因為我知道很沒有用 因為科技公司太強 但近期我自己有在做的是 就比如說我的電腦的搜尋 瀏覽器並不是Google 因為我不喜歡讓Google 可以這樣 可以啊 就是我現在裝另外一個瀏覽器 叫Brave 擋掉很多廣告 然後 以及說它的預設瀏覽器 其實是歐洲的一個瀏覽器 非常爛 就是我怎麼搜尋都搜尋不到我要的 但是 但是等於說 我想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用到Google的時候 我再選擇去Google 這是我逼我自己做的一個選擇而已 很厲害 你真的就在自己在做媒體試讀 可是這個就是很小你知道嗎 這就只有小到 因為當初我其實只想換掉Chrome 然後那個時候這個瀏覽器的預設 是用歐洲的那個預設瀏覽器 然後我想說 OK give me a shot 這樣子 我其實只是這樣子心態 累到自己 對 殊不知常常還是要去Google 但是我就不希望 它永遠知道我 而是我可以決定它要不要知道我 嗯 這是一個idea 好那我們回到最後就是 因為其實你剛才前面在講說 應徵這些國際公司 嗯 那你有沒有想對這些正在應徵的人 講一些話 就你真的要 這樣講會不會很老派 但真的要認真工作 然後去反思 即便你現在這份工作 真的只是很簡單的 我隨便講好了 就是每天可能需要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或是幹嘛的 嗯 嗯 但是你也要去了解說 你在這複製店的過程 你有沒有去做一些優化 嗯 每天你可能就是 OK就受主管的氣或什麼 但你有沒有想要方設法 換另外一個方式去跟它溝通 就你會想要去改變 然後從中學習 因為這個都可以是你在面試的時候 拿來說罪的事情 對拿來說罪 而且這就是你做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好棒喔 嗯 然後也給自己認可 譬如說你有這麼急掰的 冠老闆或什麼之類的 嗯 你為什麼還可以在他底下 這樣待了一年兩年 甚至更久 就是去反思你自己的行為 然後給你自己鼓勵 然後那個就是你的skill 喔這個好棒喔 要給自己鼓勵 對要給自己鼓勵 再來就是 保養你自己的客人特色 喔這個我超好奇 因為國外的所有人都要講personality 連選秀都要跟我講personality 請問personality要怎麼展現 嗯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因為我可可信也算是 蠻鮮明的 對所以可能會覺得說 喔這是外商會喜歡 但是我並不這麼覺得 原因是因為 尤其在我們公司 我記得我剛進去的時候 就有上一個training 然後那個training 就是說假設你今天是主管 然後你的team裡面有很害羞 或是很外放的人 你要怎麼去handle這場會議 嗯 反正就是要做一些情境模擬 然後最後他要說 呃Penny 就其實你身為主管 呃在一個會議上的話 呃外向的人 或是愛發言的人 你讓他發言 可是在會議結束之後 你要去找那些害羞的人 要跟他玩玩去瞭解 剛剛會議上的東西 你有沒有 呃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嗯 所以其實這些公司 他們你知道政治正確 所以他其實他非常講求 什麼樣的人都有 不管是性情形象不一樣的人 或是害羞是外向的人 或是害羞是外向的人 其實都要有 所以我很喜歡我們公司 有句話就是說 呃extravert跟introvert is are equal 大家英文不好 哈哈哈 sorry sorry 他說外向人的言論 跟內向人的言論 都是同平等的 所以真的保有你自己的個人特色 你不要覺得說 哦去外向人 就好像變成某一個樣子 英文真的是要基本的 對 除此之外真的 不一定要覺得說 你要非常外方或什麼 你也可以是很冷靜 你會是做你的工作的人 不管怎樣的個性 你沒有必要去 特別要去fit到一個 怎麼樣的 哦真的好感人哦 因為他不想要 找一樣的人來嘛 那一樣的人想出來的idea 一定也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 很多人就是 有點像桑月那一群學生們 他們很努力想成為 某一個模板 我懂 所以我就覺得 站在台上可以看 然後就很懂的social什麼 好吵 但是你現在講完這句話 我覺得 哇有一點改變我的印象 真的不會 我們同事也有那種超冷靜的 或是那種就是 堅持開會不開螢幕 哦真的哦 就不開那個camera 他想幹嘛就幹嘛 對 然後我們主管也不會管 就是大家就是你想怎樣 你是外向人你想開開 不開就不開 就保養自己的個人特色 然後因為這個會是 就是讓你不一樣的點 哇 不然他幹嘛要選你 欸這讓我覺得好感動 西方這樣子還是有些優秀的地方 對 因為像我覺得我上了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最大的那個老闆 在最後一關跟最大的老闆面試的時候 嗯 他就問我說 呃你覺得你這個人最需要改變 或是更進步的地方是什麼 嗯 我就想講說我自己覺得 某些時候我還是不夠自信 可以想看在外商 在面試的時候 你一定要表現你說你自己很自信 這點怎麼可能會是你要改善 但我想說不管我就是要講 因為這就是真的的我 嗯 對我就說我覺得我還是不夠自信 某些什麼 哦 對展現最真實的一次 因為每個人都是特別的 嗯 對不是每個人都是一樣 然後這也才是讓你萬中懸疑出來 因為就是你就是特別的啊 支持Penny去LA 請主管送他去LA 不要讓他留在新加坡了 你的Girl I'm the Niable 真的欸 哎呦我覺得好感動 有點激勵人心 那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好 最後一個是我自己蠻好奇的 就是說如果你可以跟你的老闆 組刻薄許願 哈哈哈 你可以許什麼 你想許什麼願 出錢讓我出唱片 哈哈哈 好爛的 其實我自己有個個性 我想說欸要不要投資我 我可以全部廣告都下Facebook 我不想跟他 OK 那我們現在就讓Penny來唱一首歌 畢竟他是我們高中非常厲害的 樂音社的主唱 還有時間嗎 有啊 就最後一段就唱完 然後大家就可以離開了 哈哈哈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那個點 大家就在這時候就斷點 沒關係 斷掉 你要唱什麼我想唱什麼 真的要唱嗎 可以啊 好 我最近很常唱的是 Make you feel Make you feel my love 來來來 好送給大家 如果你現在晚上在聽了 希望自首聽完 你可以馬上入睡 哈哈哈 自己在那邊自己為廣播節目 好認真了 來 好 我可以保持你 我可以保持你 好想唱 我可以保持你 好想唱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拜拜 谢谢Polly 拜拜 好感人哦 大家加油 You are the fucking badass Yes Be yourself 你们很厉害 变厉智节目 好啦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by bwd6